本课程不是系统严谨地讲述力学的基本原理 不要求大家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科学的计算方法 我们这门课的宗旨是谈力学现象 学力学原理 处理身边的力学问题 我们的第一讲是漫谈材料的力学性 为什么首先要谈材料的力学性呢 力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钢体 流体和变形固体 要想了解和掌握变形固体的受力以后的强度破坏 钢度变形等力学特性 我们就必须要知道组成这些变形固体的材料的力学特性 或者我们常讲叫力学性能 也叫它机械性能 《卧心长胆》是同学们非常熟悉的一句成语 最早出自史记的《岳王勾剑世家》 源于一个励志的历史故事 讲的是公元前496年 岳王勾剑兵败于吴国 被迫去吴国服役 为吴王夫差牵马拽凳 看守陵墓 三年期满呢 回国 他回国以后立志要复仇 为了激励自己 睡采草 尝苦胆 睡在草上 把这个苦胆据说是吊在床前 有的说是每天晚上闭场 也有的说是吃饭前闭场 激励自己 历经屠治 经过二十年的砥砺奋进 发奋屠墙 最终在公元前473年 打败吴国 吴王夫差 自闻 勾剑终于成为春秋最后一个霸主 当然要想报仇 必须要有实力 要装备优质的兵器 其他不说 我们仅谈 岳王勾剑随身佩戴的一把 绝世兵刃 岳王勾剑剑 此剑寒气敌人 锋利无比 历经2400余年 仍文士清晰精美 加之 勿以人名 此剑被当事之人 誉为天下第一剑 此剑并非传说 1965年 在湖北出土 1965年 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江陵的楚国贵族墓中 发现一柄名贵的青铜剑 青铜剑与剑鞘吻合得十分紧密 拔剑出鞘寒光耀目 而且毫无锈时 韧薄锋利 视之以止 二十余层一滑而破 这把宝剑叫月王勾剑剑 1977年 上海复旦大学专家对它进行了科学测定 月王勾剑剑的主要成分是青铜和锡 还含有少量的铅铁镍和硫等 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 剑韧精膜技艺水平 和同现代的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 充分显示了当时月王勾剑工匠的高超技艺 好 我们回顾一下短片中 给月王勾剑剑 它的特点 第一 润步含膝量高 硬度较大 因而锋利 脊步含膝量低 延伸力较大 因而韧性好 不容易折断 所以这把剑 韧步和脊步 兼柔配合得到 既锋利又不容易折断 实为一把良剑 那么谈到明剑 我们还要给大家提一对汉剑 我国古典名著小说三国演义当中 有一段精彩动人的描述 讲的是三鹰战礼部 刘备 关羽 张飞 刘关章 勇战三国第一猛将礼部 大家看 谁敢出战 咱姓家努 夜人正归在此 看手 天地 我来演 大家看 刘备手上这把 双骨剑 它是一把汉剑 据说 也是资料上记载 说 双骨剑分雌雄两剑 雌剑乃海外含铁精英制成 什么叫海外含铁精英 就是云铁 它里面含有钛的含量 所以 钛因为它的硬度和钢铁差不多 但是它的重量只有同样体积钢铁的一半 因此这个剑 重量就轻 使得此剑更加灵动锋利 有吹毛断发之功效 雄剑乃是白金玄铁制成 所谓白金玄铁就是落钢 它增强了钢的强度 那我们想 当然 岳王勾剑剑那把剑呢 是公元前接近五百年的时候 刘备的这一对双骨剑呢 是公元两百年左右的时间 这样的话 他们俩相差 也将近七百年 如果让这两个相差七百年的 这个岳王勾剑剑和刘备的双骨剑交锋 结果如何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呢 先了解一下材料的一些常识 材料的一些基本特性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 低碳钢的拉伸实验 大家看 变细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断了 这个低碳钢在拉伸当中 我们从曲线当中 可以看到四个阶段 在初始的时候是一条斜直线 对不对 这时候呢 受力和事件的变形 它是呈线性关系 我们常常管这一段 叫做线弹性阶段 材料在这段使用 我们常常叫它线弹性材料 也指在这一段 在抖动的那一段 大家看出来没有 接着进入一个抖动的一段 这一段上呢 载荷上不去了 在这抖动 但是事件还在继续的变形 这一段呢 我们管的叫曲伏 一般说来 材料到这个位置 我们就认为它已经失效了 因为它已经失去了 抵抗外力的能力了 但是过了这个曲伏以后 我们发现 它又有一个曲线上升阶段 这个阶段呢 我们改的叫强化阶段 这时候材料恢复了抵抗 变形能力 或者叫抵抗 这个就具备了受力的 承载的能力 它强化 到了最高峰以后 载荷达到最大以后呢 截面开始变细 我们管的叫紧缩 断裂阶段 接着就断了 这个硕性材料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 变形前和变形后 拿出来对比一下 大家看 这个是这个事件 原来的情况 没有 这个是变形以后断了 拉断了 我们把它对起来 大家看 发现什么 长了很多 长了很多 这个现象我们记住 好 我们再看一个材料 看到没有 断了 这个铸铁拉伸阵 有没有屈服过程 没有 它直接一条线上去 很快就断了 那么我们把铸铁这个材料 拉伸前的和拉伸后的 也进行对比 这是拉伸前 这么长 拉伸后 也就是断裂后 我们再把它对起来 对比看 发现它什么 一样长 几乎是一样长 没有什么变形 这是低碳钢和铸铁 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 低碳钢 以低碳钢为代表的 叫做塑形材料 它的特点是 破坏是屈服失效 断裂以后呢 有伸长 有变形 铸铁这一类呢 以铸铁为代表的这一类材料 它是翠形材料 特点是 断的时候是翠钻 它有没有紧缩啊 没有紧缩 它的这个原来的直径长度 和以前的直径几乎一样 是不是 包括断口这 它叫翠钻 它断裂以后的长度 基本不变 或者说变化很小 注意 这是我们区分 塑形材料和翠形材料的关键 就是看 断后是否伸长 那么塑形材料呢 还有一个特点 它在强化阶段的时候啊 有一个冷座硬化现象 这个冷座硬化 可以提高材料的强度 好 我们再看 塑形材料 刚才在拉伸的时候 我们给出了拉伸的实验 如果压缩 压缩的时候 我们发现 它和拉伸的时候的曲伏状态 差不多 也就是说 压缩的时候 也到那么大载荷 就屈服了 也有个屈服平台 所以说 塑形材料 抗拉性能和抗压性能呢 是基本相当的 但是翠形材料呢 就不一样了 大家看 这是一个粉笔 我们稍微一使劲 拽断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们把这个短促的水笔 我们想把它给压坏 大家 我这花了很大的劲 它就什么 它就压不动 就压不坏 是不是 注意这个现象 这就是 翠形材料 抗压的性能 比抗拉的性能 要大很多倍 那因此 根据这个的话呢 我们在工程当中 我们就让塑性材料去承拉 所以我们说 塑性材料能承拉 翠形材料呢 我们就让它去受压 翠形材料只受压 我们常见的塑性材料 除了我们做的低碳钢 包括我们大多数钢 都是塑性材料 还有一些铝 黄铜 像橡胶 塑料 这些都是塑性材料 我们常见的翠形材料呢 除了铸铁以外 还有像石头 各种石料 玻璃 陶瓷 混凝土 这都是翠形材料 那 我们现在 掌握了材料的一些基本知识以后 我们来现在回答 或者说分析 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 岳王勾剑剑 和刘备的双骨剑 两个各有什么特征 岳王勾剑剑 是青铜时期的青铜剑 青铜的话呢 它是硬而翠 那么在 青铜剑制造过程当中 剑的长度和强度 始终是一个困扰的问题 你翠形材料的话呢 要想让它做得很长 它就很容易断 那么 青铜剑发展的顶峰 是在秦代 秦代 秦军使用的都是青铜兵器 那么 汉剑呢 汉高祖刘邦 成立汉朝以后 在那时候叫史称西汉 西汉建立以后 引炼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铸铁技术相当的发达 质量也显著的提高 慢慢的铸铁就代替了青铜 不但使用在兵器上 包括很多农具 农业用具上 也都是铸铁代替了青铜 那么到了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呢 发明了铸铁脱碳成钢 和低温炼钢技术 这所谓低温炼钢技术呢 叫做一种炒钢 炒钢就是啊 把这个生铁加热 加热到这个半液体状 然后就搅拌 在搅拌当中呢 让通过空气 通过氧 把这个铁当中的碳 给什么 除掉 那么最终就根据这个 搅拌的时间不同 里面呢 铁的含碳量不一样 最后就变成了 不同含碳量的钢 所以这种呢 我们俗称叫炒钢 它是一种低温炼钢技术 这样的话呢 就能做出一些优质的钢 这个技术比欧洲 又早了1100年 那到东汉的后期 又出现百炼钢 百炼钢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这个钢啊 要反复的加热 断打 折叠的断打 要打100次 使这个杂质 都给它什么 清出去 最后断出这个最精准的钢 据说这样子做的键 一年也做不出三五把 非常的费工 非常的费工 那么一把好燕 要刚柔并济 刚 其立可断筋 锋利可以断筋 无坚不摧 柔 还取不折 由刃有鱼 甚至可以盘在腰上 所以说明当时的汉剑制造 已经达了相当的程度 那么我们现在分析这两剑 如果相交 会是什么情况 岳王勾剑剑 即使它做得再好 它也是个青铜剑 还是属于翠型材料 而刘备的这双骨剑 是吧 钢剑 它是韧性材料 两剑交绷 两个剑打起来 一定会受到什么 弯曲 是不是 箭身就一定会受拉 那么翠型材料受不受拉呢 我们翠型材料不耐拉 是不是 所以钢剑一定占优 历史的发展 也是这样 钢铁兵器使用之后 由于它的硬度和韧度 都明显的优于青铜兵器 所以到了西汉末年 钢铁兵器 已经完全起带了青铜兵器 刘备所处的什么时代呢 我们历史上是西汉 西汉中间有一段叫 往往篡权 是吧 然后接着是刘秀成立 东汉 东汉完了才什么 三国也叫三国的 是三国时期 所以到刘备的这时候 已经完全都是钢铁兵器了 已经没有青铜兵器了 那么刀剑都是进攻的武器 是不是 冷平系时代 刀剑之敌 抵御刀剑的只有什么 铠甲 对不对 只有铠甲能够抵御刀剑 那么历史上 最有名的铠甲之一 就是一种叫猴子甲 这个是在沈阔所写的梦西笔坛上有记载 沈阔是什么人呢 沈阔是北宋17人 他是1013年到1095年 他是北宋的科学家 改革家 他曾经协助王安石变法 曾经的话呢 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 三思史 当然还当过一些其他职务 他还当过外交家出使辽国谈判 土地 国土土地谈判 另外呢 他还是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 也是卓越的工程师 他写的这本 《孟西笔坛》是在他老年的时候 他老年啊 回到了镇江 在镇江的孟西园写下了这本剧著 《孟西笔坛》现在所存的分26卷 一共呢 有17个门类 609条 内容涉及到天文学 数学 地理 地质 物理 生物 医学 药学 军事 文学 史学考古 还有音乐 所以 沈阔是一个多才多艺 博学的人 非常博学的人 那么他在这个孟西笔坛里 对猴子甲做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 说是青唐腔善断甲 当然今天我们不在这里研读古文了 我就把这段的译文的主要意思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青唐的羌人少数民族善断甲 他这个甲断的是薄柔而坚韧 所以这个一般的军官都很珍惜他 这个在韩卫公当金元龙的统帅的时候 曾经把这个甲找得拿来试过 试过后呢 距这个铁甲五十步远 用强弩射 发现射不穿 诶 偶然有一次射穿了 结果拿过来一看 是射到这个甲片穿绳子的那个孔里了 结果这个甲片没坏 这个箭头啊反而卷边了 说明这个甲有多好 那么这个甲是怎么断的呢 一般都是开始的时候甲片都比较厚 那么呢 要把它冷打 不加热 就冷断 断到原来厚度的三分之一 就减掉三分之二 那怎么知道是减掉三分之一呢 所以在这个甲上啊 留一小块 始终不打 对比 作为原高对比 那这小块 就在这个甲中凸出这小块 就相当于皮肤上长得猴子一样 所以人们就对它称为叫做猴子甲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 材料性能当中的冷座硬化 冷加工以后塑性材料 冷座硬化的 冷座硬化这个现象 或者说这种使用 不光古人到现在 我们土木工程建筑当中 还是经常使用的 那大家走到建筑工地 经常会看到这个钢筋混凝土 是不是 那首先要铺钢筋 这个钢筋的话呢 我们常常管它叫螺纹钢 上面有纹 这个纹怎么回事呢 就是冷拉出来的 就是把它冷座硬化 冷拉拉长 同时还拉出这个纹 这个纹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它和混凝土相接的时候呢 增加摩擦力 既增加了强度 又增加了摩擦力 注意 我们这个混凝土啊 铺钢筋 可不是说 这个混凝土里铺板的都是钢筋 它只是啊 铺一侧 要么铺在上侧 要么铺在什么 下侧 所以我们使用的时候叫注意 我们一定要用钢筋 钢筋是什么材料 塑性材料 要让缩性材料去承受拉 另一侧是混凝土 混凝土什么材料 刚才讲的 是翠性材料 我们就让翠性材料呢 承受压 这个可注意啊 这在我们工程当中 特别要注意的 那么关于材料的合理使用 我们不得不提我们古代的一个著名的建筑 或者叫做赵州桥 也叫安基桥 它建于隋代 是由著名的匠师李春所建造的 距今也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 也是现在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厂间石工桥 那么这种桥大约在1200年后欧洲才有 那么它被这个誉为国际历史土木工程的里程碑 为什么叫厂间石工 是因为在它的桥的腹部 有四个小孔 是不是 这个孔既减轻的桥的重量 又变于泄洪 所以也有本来叫空腹石 叫厂间石 也叫空腹石 那么赵州桥啊 它的建筑特点 它的建筑艺术很高 特点有很多 我们着重讲三点 第一点 赵州桥是由28道拱卷所组成的 那么这个每个拱的拱后大概是1.03米 每个拱卷各个界面上 基本上都是受到的是压硬力 极小有拉硬力 那么我们这个拱油什么做的 石头做的 石料做的 石料能干嘛呢 能承加脆性材料 是不是 那么这个建筑特色的第二点 就是铁拉杆 我们有28道拱卷 大家想 载和一家 这个拱卷会不会有可能分开啊 是不是 为了防止这28道拱卷相互分开 它搞到五根 在主卷上搞到五根铁拉杆 把它给拉起来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铁拉杆的拉头 这有五根铁拉杆 在这个四个小拱卷上 每个人还有一根 一共整个强是九根铁拉杆 把两个拉起来 铁拉杆 铁是塑进材料 让它去受拉 是不是 哎 非常巧妙 第三 还有一个 叫做腰铁 利用腰铁 我们可以把这个 每一个拱石 两两拱石之间 把它给拴死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腰铁 两两拱石之间把它拴死 如果遇到拉因力 谁来承担 腰铁承担 另外呢 它还在这个 每个拱卷 二十八个 每两个拱卷之间 也有腰铁拉杆 就除了有铁拉杆拉 中间还有腰铁拉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使整个桥成为一体 才能保证一千四百年 不倒 所以这个赵州桥的构思 应该讲反映了 李春 还是对力学上 有了很高的噪音 那么 关于这个 使用 塑性材料去 承拉 脆性材料 承压 实际上我们 现代工程当中 也用到这个 这个 万里长江上的 苏东大桥 这个桥是世界上 跨度最大的 斜拉桥 主跨 达到了 一千零八十八米 主跨 就是指 两跨之间 达到一千零八十八米 此桥 连接着 江南的苏州 和江北的南童 它这个主塔 也是世界最高 高达三百点四米 它的主旋锁 最长的主旋锁 五百七十七米 也是世界之最 那么 虽然苏东大桥 工艺复杂 又是用了先进的造成技术 但是呢 它最核心的 我们看 它也是用钢锁去承受 拉力 是不是 用这些钢锁承受拉力 用这个 混凝土 主塔呀 用混凝土的主塔 去承受压力 对不对 所以还是 钢锁承拉 塑性材料承拉 翠性材料承压 那么 这个桥是两个塔 一个塔行不行 哈尔滨太阳岛上 有一座太阳桥 这个桥的话呢 就是亚洲唯一的单壁 斜拉桥 它全钢结构 独塔 前倾 无 背锁 斜拉桥 那么 它主要是呢 用塔的自重 和斜拉锁的什么 拉力 合成以后呢 合力沿着主塔的 轴线方向 使这个主塔 只受压 这个主塔还是 混凝土的 是不是 这个的话呢 像一个 飞翔的天鹅 成为哈尔滨的一个 城市的一个 标志性建筑 好 作为材料合理的使用 我们不得不提 湖南的一座桥 这座桥 在湖南的洞口县 叫陶金桥 陶金村附近 这个桥呢 叫做自卯上城市 悬带桥 什么叫自卯 就是说 这个桥的 这个主所带 和桥面 自己卯在一起 这个主所带 不是卯在两岸的地基上 是卯在这个桥面上 这座桥是 充分利用材料性能的 经典之座 这个主所带呢 是由 四十八根 赛武的 钢丝 两组 组成的 那么 桥面的载荷 通过这个树像的排感 就传到这个什么 主所悬袋上 大家 如果不理解 我们看这个 如果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拴一个绳子 挂衣服 两边这个柱子 中间拴个绳子 挂衣服 那么 被子往上一搭 这绳子下垂 是不是就会把这个柱子 拉得靠近 说明 绳子里有什么 拉力 它拉这个柱子 是不是 如果这时候 我们在这两个柱子之间 放一块板 然后把这个绳子 拴到这个板上 大家 这时候 再在这个绳子上挂被子 这两个柱子 还会倒吗 不会了 这边 这个绳子的力 去拉这个什么 去拽这个板 使这个板受压 这个桥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它的桥面 是个受压构建 桥面恰好是混凝土 让混凝土去承压 来平衡旋带的拉力 那么这些竖像杆 还有竖排杆 竖排杆的话 就是中间的主排杆 它制作为桥面的支撑 可以减少跨度 同时也把桥面的载荷 传到下面的主索旋带上 所以这个桥是材料 没有一点浪费 完全自己的自卯平衡 叫卯固平衡 设计的非常科学 也充分了利用材料的性能 好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 塑性材料受拉 塑性材料承压的一些应用的粒子 在工程中应用的粒子 实际上这个 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 大家在冬天 发现铸铁水管会被冻裂 铸铁是铁的水管 为什么会被冻裂呢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水在成冰的过程当中 体积发生了膨胀 膨胀以后就使得这个铁管要什么 膨胀 是不是 可是铸铁管是什么材料 脆性材料 膨胀的时候是受拉 塑铁管不耐拉 所以铸铁管就被什么 拉坏了 被冻裂了 就这么简单 好 还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 我看到的网上的一个新闻 说 2010年10月12号 上高油市车罗镇 有一个居民在往一个泊茶杯里倒开水 结果发生了暴力 好在小孩呢 以他保持一段距离 所以没有受伤 那么鼻者 这个记者说了 提醒大家 冬天里对比较薄的玻璃瓶 要注意安全 开始倒的时候最好慢慢倒 到热水开始慢慢倒 晃几下 然后再继续倒 注意他这个过程是对的 但是他讲了 是薄的玻璃瓶 那我们想 来问个问题 到底是薄的玻璃杯容易炸呢 还是厚的玻璃杯容易炸 第二 如果它炸 到底是从这个玻璃杯的里面 内壁开始炸 还是从外壁开始炸 今天用我们的知识来分析分析 我们想 玻璃杯倒开水 哪里先热 内壁先热 内壁先热 内壁就得要膨胀 是不是 外壁呢 由于温的传导一个过程 所以外壁可能还没热 所以这样就变成了 内壁受压 外壁受拉 那大家想 裂应该从哪开始裂 应该是从外边 是不是 所以玻璃杯是从外壁开始 第二 到底是薄的玻璃杯容易炸 还是厚的容易炸呢 杯子的壁越厚 传热速度显然就会什么 越慢 里外的温差就会什么 越大 外壁的话 受拉的力就会什么 越大 是不是 如果说很薄的玻璃杯 一到马上就传过去了 大家都膨胀起来了 没有拉壁 所以厚玻璃杯比薄玻璃杯 更容易炸 这就是根据我们今天学的这个 原理把这个得到结论了 厚玻璃杯一炸 而且还是从外壁开始炸 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 都是如何运用材料的固有特性 合理的使用它 现在随着科学的进步 材料科学的发展 新材料是成足不穷 那么新的材料技术的话 就是变了一个思想 就是要按照我们人为的意志 通过物理的研究 材料的设计 材料的加工 实验的评价等等 去创造出我们所需要的 满足我们各种需要的新材料 当然现在新材料很多 符合材料 各种各样的符合材料 加层材料 多孔材料 纳米材料 功能材料 智能材料 还有什么磁性材料等等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再看相关的这些书籍 好 最后我们还是让大家 掌握我们本堂课的 最重要的两条 就是我们材料 基本性特性的两条 就是硕性材料能成辣 脆性材料只受压 那么至于用这些材料制成的构建 在工程结构中的受力和变形如何 这个我们将在以后的各讲中 给大家介绍 这一讲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